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的是核能發電 因為上次有人留言說想要先知道核能發電 所以就先跳過中間的來講一下 那我會當做大家已經知道中間的東西怎麼建造來講 不知道的話就慢慢看之後基礎的那部分把它補上來 首先我現在手上拿著還有這個放著就是核能發電機 打開的話它是一個像大型儲物箱的格子 可是它右邊這些都是XX沒有辦法使用 這時候就要拿核反應爐去對待它的四周 每一個反應爐是一排 堆完之後就可以拿到完整的空間了 那如果不需要這麼多空間 不建造這些反應爐也是可以的 我們來看一下基礎的產生電的方式 最一開始產生電的方式就是拿這個燃料棒 在旁邊再放一個風扇 這樣是最簡單的就可以開始核能發電了 它可以提供非常長時間然後小功率的電源 啟動核能發電機的時候需要給它一個紅石信號 在任何一個的反應爐方塊旁邊加上紅石信號之後 發電機就會啟動 可以聽到一個核能發電機的聲音 這時候它的輸出是51UMATIC 這個輸出量跟燃料棒風扇這些之後再說 那核能發電它是IC2裡面算比較高階的電源 它可以產生滿大的電量 而且持久的時間也是很長的 這個燃料棒可以燒很久 它也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東西 如果一個不小心很有可能就把你加給一位平地了 我們現在來看看核能發電的溫度會對周遭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當核能發電機的累積熱量佔總熱量的百分比超過40%的時候 5乘5乘5範圍內可燃方塊有機會會燃燒 超過50%的時候 5乘5乘5範圍內的水方塊有機會會蒸發 超過70%的時候 7乘7乘7範圍內的實體會受到輻射傷害 3乘3乘3範圍內的實體會立即受到輻射傷害 剛剛這樣就是受到傷害了 受到輻射的傷害 再來當累積熱量超過85%的時候 5乘5乘5範圍內的方塊有機會會燃燒或變成流動岩漿 喔 燒起來了 它不只有可蘭方塊 一般的方塊都會燒起來 那如果到達100%的話 它就是直接整個爆炸 我們來讓它炸了吧 好 我不小心把我自己炸死了 好 我不小心把我自己炸死了 好 我不小心把我自己炸死了 這一區整個都被炸掉了 這一區整個都被炸掉了 那 我傷害這個凹洞的話 它是 我用核彈炸的 如果集合都 夠多顆的話 也是可以炸到這麼大的範圍 因為核能爆炸的威力非常的大 如果擔心自己 不小心 讓它爆了 我有幾個建議的方式 來建造核能發電廠 第一個方式是在水裡建 在水裡 水可以抵消到核能爆炸的橫向範圍 所以相對來說 影響的範圍就不會這麼的大 有ICL模組 發展到核能的話 要在水中建造東西 並不會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 所以我認為在水裡建造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我們就來到水裡炸一個看看 這裡是水中 我們來建一個核能發電機 還是可以看到水蒸發的效果 還是可以看到水蒸發的效果 它不會像在地面上一樣 擴散到很大的範圍 把一些比較低硬度的材料 都一起炸掉 在海上建造 相對來說會比在地家建造安全一些 但是 它的影響範圍還是不小 看起來很遠 其實還蠻大的喔 如果降落在地面上看的話 要是在舊的1.7.10板 水中爆炸的範圍是沒有像現在這麼大的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我之前舊的洞 對 這是之前 它炸出來的洞只有這麼小一個 好 再來第二種方式 是 把你的核電廠建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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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比如說像現在我建到雲上 然後我也放一個核能發電 很快就炸掉了 可是影響並不大 只是 炸短了一點 這根柱子而已 對於下面是完全沒有影響的 所以在空中建造 和能發洋場 也是一個很不錯的方式 只是 要拉電線回到自己家的時候 這距離可能就會有點遙遠了 第三個方式是 最正統的方式 也是IC2裡面提供給大家的方式 這才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重點 第三個方法就是使用這個防暴石 來建造核能發電的廠房 大概就沒有距離遠不遠的問題了 這款防暴石 它會有效的減少核能的爆炸範圍 它的製造方式 如果大家跟我一樣裝的NEI就會發現 怎麼按都沒有辦法看到任何的合成表 它的製造方式比較特別一點 需要鐵製硬架 建築泡沫 這兩個東西 鐵製硬架是用鐵板和鐵站欄做成的 我相信大家鐵板和鐵站欄一定會做 鐵製硬架拿出來之後 拿著建築泡沫槍對著鐵製硬架 右鍵 它就會變成一個還沒有乾的建築泡沫方塊 等它乾了之後就會變成防暴石 這個防暴石是可以用電鑽 或者是用鎬來把它挖下來的 等了很久還是沒有好 如果想要加速的話 可以手拿著沙用右鍵點它 這個防暴石 剛才建造核能發電的廠房的時候 有兩種基本的配置方式 一種是單層牆的 大小是5x5x3高度 內部空間是3x3x2 總共會耗用57個防暴石方塊 另外這個是7x7x4的配置 內部空間一樣是3x3x2 它是雙層牆的 總共會耗用178個防暴石方塊 單層牆的廠房可以擋掉大部分的核能爆炸 而雙層牆的廠房可以完全的擋住核能的爆炸 另外如果需要出入口的話 還有一個叫防暴門的 它是從鐵板 鉛板跟鐵板所組成 我們可以來試一下 在這裡面核爆或是怎麼樣 它這個基本上是沒有天花板的 因為它的爆炸範圍會垂直向上 就像那個水坑一樣 所以不會影響到周圍 所以不會影響到周圍 它爆了 周圍也沒有任何損害 那官網是說這兩個有差啊 實際上射了幾次好像沒有差 不過也有可能是目前這個版本的BUG 才會造成這樣子的結果 建議大家還是以雙層牆為主比較安全 那我們這集核能發電的介紹就到這邊 下一集開始我們就會介紹一些核能發電的型態 就是怎麼發電它裡面的元件之類的 那我在想想看要怎麼安排 如果有任何問題或建議都歡迎留言在下方 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千里小熊頻道 獲得最新的影片資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 其實還蠻壯觀的欸這個圓 如果想要在水上做一個圓的話 直接合爆好像蠻快的